今天和比亚迪契都有关系 不过不是比亚迪股份 比亚迪电子就是它的子公司 比亚迪电子虽然和造车的相关不是那么大 主要是做一些设备电子 例如手机的零部件、手机壳和手机组装 再加上新业务就是电子烟 上星期五出现第三个月的业绩 股价出现一个几大幅度的调整 主要第三个月加上 其实业绩都挺令人失望 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整体的消费电子 都是受到生肩短缺 还有下游的需求疲弱所影响 所以导致它的出货量和单价也有所下降 再加上整体的电子烟业务 由于供应商和一个生肩问题 导致Gram的速度比预期慢 所以业绩差 所以股价跌是合理的 但是这个股价跌 就觉得似乎是过度反映了利润的业绩 看回现在的股值 即使今年那么差的年份 其实现在的股值都是大约15-16倍的 而预期明年的QV 即是现价去计算 其实都是10倍留下 大约89倍 其实对于比较地电子 就算是一个超值 再加上第三季度 是一个不得差的情况 但第四季度 即是从不同的公司 或者行内的意见都看到 其实新品的问题 已经开始逐步解决了 再加上很多的旗纳品牌 例如iPhone 9月发布了新的手机 其实第四季度 就会成为销售的皇季 其次荣耀回归 还有Marsher & Ram 都这么厉害 其实对于主要供应商 即是比亚迪尼 电子来说 都是有一个益处 所以就看好第四季度 整体的屏幕 应该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从而股价应该可以跟随 所以加上现在股价这么低 其实23元附近 其实是可以逐步及格的 你说短线一点 可能看回20元这些位置 所谓3元这些位置 但长线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自由到明年底 一个年底